《太行东路,照行周,万蝶烟罗,紫翠斧,这里古老与现代,奇妙碰撞,这里传统一创新,相得一张,这里遗存和天成,共荣共涨,这里是山水绿长, 石化行香,大家好,我是河北省邢台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邓肃雪,很荣幸和大家一起遇见邢台,畅香邢台之美。 遇见邢台,尽享文化古运之美,邢台市养烧文化发祥地之一,有三千五百年建成史,是华北历史第一城,素有五朝古都,十朝雄近之城, 历史上有五多,典故多,一一当时,破釜沉舟,鹿四水手等三百多条成语,出自形态。 事件多,遥顺善让,胡福齐设,巨鹿之战,黄金起义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。 名人多,先后涌现出,一族扁鹊,唐朝名相魏征,宋景和元代大科学家郭寿敬等历史名人。 移存多,至今还保存着,普通塔,开元寺,唐祖陵,行邀百祠等千年遗珍,姓氏足地多,行,礼,张,锦,南宫等三十多个姓氏均发源意形态。 古运悠悠,时迹黄黄,承载着行态厚德之光。 遇见行态,尽向自然天成之美,行态山水秀丽,太行风光壮美,这里是太行山最立最美,最咸最奇的一段。 这里有牛郎执女传说的远生地,中国爱情山,天河山,有周公一桃花女的传说,北方昏俗文化,起源地,周公山。 有国家地质公园,全球统维度最大的溶洞,空山白云洞,有被地质学家称为世界奇侠的太行大峡谷。 有被誉为太行山最绿的地方,前南历,有全国最大的扁鹊祭祀地,内丘扁鹊庙,有被称为东方庞辈的巨鹿宋城。 还有保存完整的樱坛,王老等五村落,让你穿越历史,触摸香草。 山水之间,如诗如画,贫荐形台,风景之秀。 遇见形台,竟想生态康阳之美。 蓝天白云下,最想中太好。 在形台,可以挑战国际自行车大赛的极限。 可以在扁鹊养生极地,疗养身心。 可以在红石沟,生态农场,回归田径。 可以在形台,圆博园,体验,诗意的生活。 可以在形台,鞋子沟,寒山,享受天然洋疤,清凉舒爽的森林避暑汤养。 在形台,它可以品尝到富岗苹果,江水板栗,绿令核桃,巨鹿红杏,微线微梨等绿色食品。 形台还是一座天然的中药材宝库,微微太行,运溢出一千二百多种中药材。 其中,行草人全国产量最大,占全国市场份额70%以上,被誉为中国行草人之乡。 巨鹿金银花占全国总量的60%,是中国金银花之乡。 生态之城,药香四溢,架构形台,康阳之旅。 遇见形台,尽享现代发展之美。 产业兴世,绿色崛起。 形台拥有众多的全国之最。 全国最大的玻璃研发生产基地,全国最大的宠物食品生产基地,全国最大的方便食品生产基地,还有全国产销量最大的挂面企业。 形台还拥有多个世界之最。 清河市最大的羊绒,即羊绒制品集散地。 林溪市全球单体最大的工厂化食用军生产基地。 平湘厅县,广宗县的自行车,铜车产量,在全球遥遥领先。 迎进维生素第十二产量,连续十五年,文居世界第一。 形台制造,梦想绽放,彰显形台发展之际。 烟照雄风,济南湖地,惠催中华文明。 太行明珠,古城形台,蕴藏天下文章。 我是邓宿雪,我为形台代言, 1.24万平方公里的热图,800万形台人民,敞开双臂,拥抱欢迎您的到来。